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见到师父的时候 也是小时候嘛 然后我就唱了一段探情文 然后我妈就问师父 你看他行吗 师父点点头 行 然后没隔多长时间 我就是来了北京 就开始学相声 然后唱太平歌词 真不是 太平歌词一开始真不是让我唱的 是交给别人唱 我偷偷学 当时我是那个生气啊 你知道吗 我说怎么就教别人 我当时内心啊 说实话内心 我说我是你小舅子 我说你不教自己人 我说你教他们 我生气生气生气 但是我就会了 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师父也不知道 我能唱太平歌词 后来是被他发现了 他就给我 把被子掀起来 你再唱一遍 当时我是小时候认为 可能这里有什么规矩啊 是什么的 教完别人我不能唱 鱼子 不是 他没捡回来 我扔出去之后 他就把我扔出去了 游西湖是他给我写了一段太平歌词 他说敬唱传统的老先生留下来的 我给你写一段我的原创 这就是你的了以后 我还挺开心 然后中间给我加了好多牌子曲嘛 我说这太平歌词 我说还真没有 挺特别的 当天姐姐带着好多人 就是去逛街去了 然后师父就给我留下了 你不许去 你在家里练功 你小时候贪玩啊 我本来我就心里憋着气呢 你还让我背 我就不好好地背 唱两道我就不唱了 还唱几句我就不唱了 就推门进来了 那是他第一次 这么多年第一次打我 也是最后一次 没意见那么一次 你怎么不唱了 我就不唱了 我就这么说啊 我小时候嘛 我就不唱 我就把那鱼子板给砍了 然后他就把我砍上去了 照屁股打了我 在这儿的公学名秘密 你当时就有什么秘密 我们会听 因为我姐姐他们也听 车上也会放的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攒下来的钱 都是买空白的袋子 比如说每场演出 我们要录台上的东西 那个时候都这样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 就是没有脑子会想这些个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练功 一遍一遍地唱 比如说太平歌词白车传 师傅唱吧 唱错一个字 从头来 比如说从头到尾 我就还差最后一句 这段就唱完了 最后一我忘了 从头再唱一遍 什么是唱对了 咱什么时候就 再转下一段 他有听见的意思 对 就是他总说嘛 一个猴一个拴法嘛 他对待每个孩子 根据每个孩子的性格 他来教你东西 他来管你 因为我小时候的性格 他必须要 必须要这样 不明白 小时候只是死记应背这个词 比如说白车传 唱完了 这个故事讲的什么 不知道 只是知道 把这个地儿 把这个词记住了就行了 小时候我才十一二岁 你让我唱党亮 党亮也是师傅那会给我写的 康梦才党陈友亮 这个讲的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罗城算卦 什么意思 不知道 可能是我在唱故事吧 对 比如说我唱蓝色天空 可能就是受清水河的影响 清水河它是一段一段的 它是讲了一个故事 我是就是想 我不光要唱 我要把这个故事 让你们明白清水河讲的是什么 就是过 有可能会留练过去吧 怎么说呢 其实我用了练小时候 学艺那会 但是管用真受用 我现在跟师傅说 我特后悔我小时候没有认真的听电话用功 真的我小时候我真的很不听话 所以师傅跟你想练起了没有 你打电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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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时候师傅一再逼着我学 到有的时候 有一阵我是逆反心里了都会 我说我明明很喜欢这个 你这么逼着我 反倒让我 小时候真是这样 突然就不太想了 就是不敢 你敢说吗 不敢 不敢忍着 我就自己这么想的 他是每个阶段 说每个阶段的话 你看我六年之后 变生期回来了 我突然就感觉 他就是跟小时候的 他不一样 我说您为什么不像小时候呢 他什么时候 说什么时候的话 你现在我给你的这种教育方式 就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了 小时候因为你太小 你讲大道理你也不懂 现在你懂事了 你长大了 我就得用你长大了这套方式 你看他有时候 好多徒弟们都说 就怕他不说话 有时候你真犯错误了 我错了 这是最可怕的 就怕他不说话 要是这样的话 他就真生气了 你有要求你真犯错误了 有啊 你长大了之后 长大了之后还没有 小时候有 小时候他就是总是这样 我小时候就害怕 而现在有时候 我总问他 我说我师父犯错了 他说你 你怎么这么容易犯错啊 我说我看您不说话 我说我可能 那他生气了会哄皮了吗 不会哄 就是他要真生气了的话 你就跟着他屁股后子走 他不理你 你不理我 那我就跟着屁股走 你干嘛 你到哪我就去哪 可能隔一两天 你就过去了 这大伙都知道 这有什么敏感呢 我意识到 到了北京之后 然后在大观音园里面 练功踢腿 也有文化老师一边教 我就感觉 可能我会的 比别人多一门手艺吧 小时候我是这种 那可能就是在ICU的时候 比较孤独 没有 小的时候除了早上起来 师父带我们喊嗓子 喊嗓子回家 练功 睡觉 然后每天就是这样循环的 我还觉得我挺另类的 一说另类想给他笑的 批量生产 把我说成冰棍了 你这么夸我 我都膨胀了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 我上台演不管唱什么 我不紧张 因为从小我就接触这个 不管是说相声也好 是上台唱曲也好 突然间你让我参加乐节 最起碼从小我登过台 我会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舞台上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现场的 比如说突发的一个小事故 我知道怎么会去处理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唱方面的优势 就是从小的 我这种传统的唱腔的这种功底 局限就是突蓝色天空的时候 玉珍我觉得跟 还是离不开传统的东西 我觉得这首歌正是打我手背上了 太简单了 对吧 前面我完全可以按照小曲的 这种音律来唱 后面转到 那我更觉得很简单了 《蓝色天空》这时候 我突然间就感觉 我之前的这种发声方式 是用在歌曲里面 一两句可以 但是从头到尾这样唱是不行 具限性的可能就是 我就所说我可能唱歌的这个 曲风单一 因为清水河 我只是换了个发声方式 还是类似就是民谣啊那种 小球小调小球小调的这种意思 我不敢 肯定就 你相声还没说好呢 出什么歌啊 我不好说相声 你竟想那个杂七杂八的 肯定是这种的 因为你想象的 对 所以我一直不敢 自打清水河 他也没有说 然后我出了预针了 我也没有敢跟他说 我真正的要成为一位歌手 转型当歌手 后来是他说的 因为当时我就很吃惊 我说啊 当时我就 你无论字了的 我说您会有这种想法 我说您同意 他说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之前我不说 是因为 我想让你先把相声的基础打好了 你再考虑 你想干嘛干嘛 既然你能唱 你为什么不用两条腿走路啊 你多一门 手艺不更好吗 对你自己也好啊 然后他就说 但是有一点你记住了 我马上我就把话接过来 我说相声不能丢 对不对 对 我说这个您放心 我说相声是我的根 我说肯定不会丢的 小时候还真不是 我小时候是喜欢给人唱曲艺 唱一段京韵大鼓 唱一段梅花大鼓 然后哎呦 唱得真好 但是过年的时候 我就不爱唱了 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哎 你们家孩子唱的什么 来给我们唱一个吧 在桌上我就站起来给大家唱 大家鼓掌 家里面的就是 远房的亲戚也在 好多人那样的 我会觉得那样我不喜欢 那是我小时候最怕的一个环境 那一直对我没有影响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就爱唱歌 我不会 那谁说说相声的就不能唱歌 谁说说相声的就不能演电影 谁说唱歌的就不能说相声 谁说的 你把自己蛋糕固定住了 别人谁都抢不走 那是你对你自己没自信 我从小看这个传统的这个 我师父就告诉我 不用担心蛋糕 你有真本事 谁抢都抢不走 那永远是你的 超越不了 郭德纲只受一个 因为说的是实话 100个人都认识郭德纲 但是100个人里边 就有人不认识张云雷的 对吧 这个我要自己看得很明白 我只能说会更好 我会证明给他看 超越他 想可以 但是我觉得很难 他会说相声 他会说评书 他会唱京剧 他会唱评戏 他会唱平戏 他会唱河北邦子 而且挑凉自己干 但有一点我比他强 我会唱歌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都是他们让我说的 谁说我是不会演戏的 因为当时这个大林去跨界到影视 就是当天我们俩都在 是当天他跟我们俩在书房说的 他去跨界尝试那什么 然后我去那个什么 说完之后从书房回来 一楼就上市 我跟大林 大林 他说你为什么对这个排练啊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拍啊 他我爱 那不就完了吗 相声艺术家 我努力吧 相声还得学 然后歌这方面 我在努力成为一个好的歌手 再想别的 就跟好多人说 你要不要成为一名好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我说你先学会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你再想怎么成为一个艺术家 因为我妈总问不 就是要不要成为大颗星 就一提张来我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颗星 我说我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歌手 人家当十八 数大马 还有什么焦虑的 我觉得我上了岁数 才更有味道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浪漫 对 可能就是脑子想不到那儿 我真没想过前世 其实应该是个什么 可能前世是一个热爱曲艺 热爱歌曲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吧 但是没有愿望去把它实现 可能 有听过 有听过 昨天是毛毛吧 毛毛的 之前陈雨迅的 都听过 很简单 因为之前我分手了 就在那个时代的时间上 对 你是不是也需要 不需要 我觉得我自我调节 心理的状态 什么的 我感觉我还是挺好的 心云也 可能现在唱我就没事了 我都喜欢 我更喜欢下雨 因为下雨的时候那种感觉我喜欢 下雨的时候 织上铜锅 涮那个老北京涮肉 哎呦呗 真的 跑蹄了 下雨下雪 我都喜欢 下雨下雪的时候 我就要不就是铜锅 要不就是涮那个辣的 辣辣的火锅 一定是在院子里边 然后或者是搭个棚子 一定要是有雨 烧起来那种感觉特别的好